随着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展开 文革2.0也全面开展 黑科技全部给用上了 一场天上有云 中间有网 地上有阁的天网2.0全面开始 这只是最基本 全中国六亿之镜头 你以为很可怕了吗 更可怕的是 你以为人在海外抓不到你 以反贪腐之名发起的猎狐计划 虽远必诛 居然用这三招 不怕你不朽道勤来 举头三尺有天网 中国的成语要改了 以前是有神明对不对 对 我现在跟你讲 现在中国的天网比神明还神 现在状况是这样 中国反腐败协调小组 20日召开会议 启动天网2030的启动 我等一下再讲细节 可是问题是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大概念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 有在国家内编列维稳经费的国家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 国家内的维稳经费 比国防开支还高的国家 这是很夸张的 要搞清楚 国防开支是打外国人 维稳经费是打自己人 防自己人 中国解放军 只可以说中国习近平政府 对自己有多么没信心 或是共产党政府 对自己多没信心 防自己人的预算 比打外人还要高 好 账号一开始告诉我们 天网2023全面启动 我们之前有听过天网 有啊 之前不是听张学友的歌 听一听 都可以被公安跑到里面去抓人 那就是天网 那2023最新的天网版本 有更厉害吗 一个监视器 78个录摄影机你看过 这了不起了吧 这密密麻麻 我坦白讲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第一时间看到这画面 我远看 我远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 麻雀 我一般以为像这种杆子上会站这么密的只有麻雀 结果竟然是重庆的一个路口上的监视器啊 有够寒谋 有够夸张啦 这个重庆竟然是什么 全球监视器最密集的城市啊 一个重庆有多少台监视器 258万台监视器啊 平均5.9个公民就以台监视器 普及律师华盛顿特区的30倍 你知道吗 中国2020年监视器 达到全中国6.26亿部啊 成长213% 平均每两个人被一台监视器监控 我跟你讲哦 每两个人一台监视器 这还算是所谓的平均数 你要知道中国有很多远地的乡村哦 那可能没什么监视器嘛 一个村子两台三台 所以如果以城市人口来算的话 一个人一台 或是两台监视器伺候一个人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哦 所以在重庆遇到这种状况 坦白讲也见怪不怪了 你看到这个6.2亿部 这个什么概念 刚刚你提到了 全球有超过一半的监视器镜头 都在这里 我再给大家一个联想 六年前哦 六年前我去查这个数字的时候 两亿部 结果六年之后 它变成三倍更多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储门的世界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完全没有秘密的世界 对 你就想看六年前 习近平刚上任 现在习近平上任到第三届 要知道习近平对他的政权 有多大不安全感 好 那很多人问说 你监视器弄那么多有用吗 你台湾的监视器来说 很多监视器说假的啊 里面根本没有装东西 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中国监视器不只有用 还叫real time 即时的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BBC的记者不信心 他跑去贵州 他跑去贵州 都实测什么东西 就这个画面 这个BBC记者呢 他这样子 他跟贵州市政府警察局谈好 说我想测试一下 你的这个天王多厉害 他就说好 那没问题 他就任意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说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之后呢 那贵州的警察 就把他脸的照片呢 输入到天王系统说 抓这个人 那那个BBC记者看 从火车站你可以仔细看哦 人很多的地方都看西看 他就不断不断的金蝉脱壳 让你抓不到 七分钟就下课 七分钟就下课 你看他走的地环境哦 是复杂环境哦 他不是这个越黑风高一个人哦 他也不是在天王门广场就一个人 他没有 他就是在人多人往这种 这个所谓的火车站里面 最多爬手小偷的地方 拍谁啊 我七分钟就可以把你逮住 好 而且呢 他们除了这种固定式监视器之外 你知道他们还有什么东西 移动式监视器 移动式监视器 每一个警察 每一个城管 都是一台监视器 你以后有观众朋友 如果去中国 不管是游玩 经商或球学 看到戴墨镜的警察 你不要觉得 哇这警察好酷好帅 我跟你讲 他戴着墨镜 正在锁定 Who are you 他戴什么眼镜啊 这个眼睛是这样 这个眼睛上面有个小小针孔 这个针孔上面有个人脸辨识系统 这个人脸辨识呢 他把你的脸孔抓下来之后呢 就这个哦 他会连什么的 连这个警察手机 有它特殊的系统 这个手机里面有所有这个城市 或全国人口 面孔的 脸的这个所谓比对的图案 所以呢 他戴这个墨镜之后 指向你 居相哥就会出现 知名节目主持人 收视率起到无比 偷啦 所以今天 偷气招 老板把你抓住 请出示证件 都不用 他直接把你身份洗出来 那我问你 我今天如果 我所有的口网全部遮起来 我的口罩戴到最大的XL的 没错 你只露出一双眼睛 你辨识得出来吗 他连你的步态辨识都可以啊 什么叫步法辨识 这个我以前在教兰念博士的时候 有学过这个东西 他意思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的特征都不太一样 特征你可以说脸孔特征 对不对 那我们以前流行指纹是指纹特征 扫眼睛叫红膜特征 其实你仔细看每一个人 走路的姿势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以李正浩走路来说 就是会蹦蹦跳跳的 我走路比较跳 会中啊 人家就这样 那比如说居相哥 你可能走路比较沉稳 但是沉稳也有分哦 左手右手不太 其实很多就是说 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你有你的生理习惯 这个生理习惯 其实是可以通过演算码 把你抓出来的 我们叫做特征值 简单讲啦 你不要以为啦 你套个丝袜套头就要去抢银行啦 不好意思 我全部都把你抓出来 而且人这个布袋辨识系统 再配合脸孔辨识系统 比如说我不要讲中国 现在C率就很厉害 你戴口罩都可以 都可以扫免到冷嘛 iPhone就很厉害 所以这个东西 你不要以为你在中国逃掉 没有逃得掉 所以以福建来说 福建全省 你可以想到每时每刻有25.2亿张 冷脸被储存 什么叫每时每刻啊 叫做每一个real time里面 都有25亿张的照片被存下来 他还能干嘛呢 采集100公尺内的现场声音 电影情节要上映哦 很多人讲说有监视器 那监视器就是我们这个 不要比手话讲 我们讲话就好 不好意思 现在中国监视器已经做到 可以收音啦 而且中国出了监视器以外 更夸张是要收集DNA 从哪里收集 从医院啊 健康中心收集 收集什么 红膜啊 从哪里收集 很多进去要扫眼睛来收集 简单讲 能收集的中国全部收集 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文革2.0的系统 你说全中国超过6亿只的镜头 这是基本 那你说人在海外你抓不到吧 虽远必诛啊 我跟大家讲哦 最近西方媒体有在分析 中国一件事 他说最大的差别 习近平现在的权力比古代 5000年以来 任何一个皇帝都还大 是吗 过去皇帝 他说外媒的分析哦 过去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天高皇帝元 对 现在没有 现在叫做虽远必诛 以前过去皇权再怎么集中 再怎么专制 都有皇权编长莫及之处 不好意思 现在习近平叫做虽远必诛嘛 我刚才讲几个故事啊 第一个 是这个人在末本的网友叫Zoe 其实Zoe她是女生啊 那我先不谈Roe的故事 先谈这篇专题报导的前一个故事 更有趣 前一个报导的故事 那个人是个普通人 这个普通人呢 他用他的推特 还不是微信哦 推特的小号 这个小号只有五六个朋友 五六个朋友里面呢 他在一篇推文下面的留言 写出中国病毒 被抓到 哇 藏得这么深 而且是推特 在国外哦 被抓到哦 那个人叫他爸妈 来说请你把账号 还有密码交出来 然后我要把你说的东西全部杀掉 否则我抓你爸妈 这是这个故事哦 可是这个Roe哦 你想想看哦 一个只有五六个朋友的人 他发的文章 也不是发文章 写个推特推文就被抓到 这Roe是怎样 Roe呢 他在澳洲念书 他在澳洲念书就是一个自由派 他是自由派的人的时候 他有一个推特 也算是小豪远都不是本尊 里面大概有五千个追踪者 五千个追踪者里面 他常发一些中国内部的讯息啊 等等等等 有时候在讲习近平 有时候在讲 就这样我们平常在讲状况 可是有一天 他竟然收到一个视讯电话 就这个视讯电话 这个视讯电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谁 公安 他穿戒服这是公安 对 警察 公安 然后呢 跟他视讯说 你叫若宇 对不对 你的名字是谁 你的真名是什么 你住哪里 你爸爸是谁 你妈妈是谁 你小学从哪儿毕业 我都知道 然后他就说 你知道怎么样 你不信对不对 把你爸爸找回来 爸爸就在隔壁 他说若宇啊 你赶快回家啊 你不要再反共啦 你赶快我们都是中国人啦 然后呢若宇就说不反共 他就说我不回家 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 他爸爸就说 你赶快回来 不知道我妈妈被抓啦 你再不回来的话 等等等等 结果呢 他无数次的失效 就是要求爸爸 逼若宇叫做推特的帐号密码 可是他呢 没有屈服啊 可是就苦了 他在国外的爸妈 那你觉得这已经很可怕 对吧 还有更可怕 像这位呢 是一个在中国 被中国设定为猎狐行动的 被猎狐者 这个被猎狐者呢 很可怕 他有一天回家的时候 看到家门贴着这张纸条 这张贴纸条说什么 如果你愿意回国 坐十年的牢 你的老婆子女没事 这是到此为止 哇塞 哇 你这恐吓我太可怕了 我以为天高皇帝远 我以为我在美国 自由的国度我没事 结果我一回到我的公寓门口 贴了这一张啊 对 表示你的所有行动都被知道 而且你看像不像黑道流的 此事 到此为止老婆子女没事 像来脱小耶 有没有 对啊 这是黑道在讲话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问啊 那这些事情是谁干的 美国有抓到 美国刚刚起诉的这个人 这个人是怎样的 中国在国外 不见识美国帮忙澳洲 华人多的地方帮忙加拿大 塞了非常多猎狐行动的猎犬 这些猎犬就是中国去养的 这些人负责什么 去监控这类的 这个指标就是他写的 这个如果他不愁 他可能要负责动手 所以我以为我投诉的是 安全的酒店 没想到酒店柜台里 那个老板原来是 为北京服务的眼线 是 你不要讲酒店老板 可能是北京的眼线 你去吃饭的餐厅老板 可能是北京的眼线 你去shopping的老板 可能是北京的眼线 甚至你在路上擦身而过人 都可能是北京的眼线 你看到纽约安桥酒店老板 安全中 因为对一批美国居民 进行监视 当然这个美国居民 不是指美国人 是拿到美国身份证的 中国人 对 对 进行监控 并参与骚扰和威胁 这名居民返回中国被捕 强迫其惊人赴美见面 游说回国 所以你知道 中国的猎狐行动 是五孔不入 如水银泄地一般 所以回到我这一开始讲 古代的皇帝 尚有天高皇帝远之说 现在的习近平 虽远必诛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